观众朋友早 欢迎加入大爱早安新闻 我是林国新 今天日期是9月26号 农历是9月初一 星期一 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新闻首先提供您地震方面的消息 台东地震不断 今天清晨3点50分 以及4点39分 今天又发生两起小区域的地震 规模分别是4点2以及3点6 最大的震度在台东的海端乡有4级 清晨4点39分 这起瑞士规模3.6的地震 正央在台东池上 那么地震深度只有6公里 最大的震度台东海端有4级 花莲副里有2级 目前并没有灾情传出 准备出门上班上课 或者是到环保站之前 提供您天气资讯 北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 气象局发布了大雨特报 要留意滩方落实 以及溪水暴涨的情况 受到东北风 以及对流发展旺盛的影响 宜兰山区 从昨天凌晨到今天清晨 都出现了超大豪雨 宜兰还有花莲的平地 也有局部的豪雨 其中宜兰的大同乡 两天的累积雨量 都超过了800毫米 另外南澳山区 两天累积雨量 也超过640毫米 而今天清晨雨是持续当中 但是到了白天以后 会比较缓和一些 当前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 警戒的区域包括了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地区 以及大台北山区 都有机会会出现局部的大雨 另外提醒您 太平洋上头 目前有一个诺炉台风 还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其中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最快的话会在今天下午 就会增强为编号第17号的台风 到时候会命名为库拉 预计将往日本的方向 这个日本的东方海面来移动 对台湾没有影响 而中度台风诺鲁 昨天下午5点半的时候 首先登陆了菲律宾的玻利罗岛 接着在晚间8点20分左右 又从奥罗拉省二次的登陆 陆路台风带来强风好雨 菲律宾当局已经呼吁 迪瓦地区的民众要尽快地撤离 马尼拉沿海地区工作人员 菲律宾总统已经宣布 公立学校今天是全部停课的 政府非紧急部门也是全部关闭 呼吁民众尽量待在家里头 政府也加快撤离民众 预计今天上午 怒炉台风就会离开菲律宾 进入南海朝越南的方向前进 同样是坏天系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最近马来西亚北部的槟城州 连续好几天都下起了大雨 有好多地方都淹水了 连槟城国际机场也遭殃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机场的员工正在千里洪水造成的惨况 因为淹水部分的航班 不得不转移到其他的机场进行起降 而这几天的大雨还引发了洪水 侵袭好几座的村庄 另外随着河流的水位上升 沿岸房屋也备受威胁 西半球的部分也有一个天气威胁 加勒比海上的热带风暴伊恩 威力快速的增强当中 正朝着佛罗里达州的方向前进 现在佛州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佛州州长率领紧事务部门的官员召开记者会 宣布热带风暴伊恩很有可能一路升级为三级飓风 工作人员提醒在海边搭游艇的民众 及早做好防灾准备 而美国太空总署也宣布了 取消原定27号发射的历史性无人登月任务 但是这已经是第三度取消了 另外一个风暴系统 飞澳纳侵袭加拿大之后 降级为后热带气旋 不过还是带来大规模的破坏 灾后的修复工作可能得耗时好长一段时间 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宣布 取消前往日本参加安倍的国葬 要把重心放在救灾的善后 狂风巨浪 下一秒整栋房子滑进海中 飞澳纳24号已有记录以来 压力最低风暴之资 登陆加拿大北大西洋地区 威力虽然减弱为后热带气旋 警报也已经解除 造成的破坏才刚开始浮现 家园不是残破就是泡水 许多人甚至连水电和网路 也跟着中断 首当其冲的诺瓦斯科西亚省 以及爱德华王子岛省 一度分别有高达80%和95%民众 无电可用 截至当地24号下午 还有将近50万户停电 官员警告 部分地区可能得等上数周 才能恢复 总理度到取消赴日参加安倍国葬 亲自坐镇救灾 此外也计划尽快走访灾区 视察破坏的损失情况 大爱新闻抽卡文编译 秋天才过了一半 但是欧洲今年似乎是冷得特别早 北界冷空气下个星期将会席卷西欧地区 英国伦敦预计会出现低于摄氏5度的温度 而德国 法国还有西班牙甚至只有3到4度而已 欧洲寒冬将正式吹响了号角 同时西班牙的东部呢 现在是暴雨成灾 其中塔拉戈纳市受灾最严重 在地的店家无法营业做生意 家门前的道路变成汹涌的河流 泥黄色的洪水不断地往下冲刷 整个加泰隆尼亚地区遭受大雨侵袭 紧急服务中心短短一个晚上 就接到将近1000通的求助电话 不止火车停止 道路关闭 还有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当地睽違两年多的重要节庆 圣特克拉节也不得不宣布要延期 焦点回到台湾 0918台东地震之后呢 趁着昨天假日的时间 慈激基金会启动了大型安心家访 动员花莲志工有上百人 包含了年轻的学生在内 先针对玉里镇的重灾区 依照花莲省政府提供的受灾户名单 走访了解状况 并且送来祝福的物资 昨天关怀了将近500户的乡亲 趁着余事稍歇赶紧出发 一旅国小跟这一代国物理这一代 所列痕就是我们地震带的上列 断层 断层 两个小朋友 我太太 两个就绝这样 两个就绝 你要照顾就绝 对 因为他们有精神抑袋 里面都列出来 这个原本就是贫的 这都农起地 这是因为这次才这样的 对 这只是小部分 主粮也断 主粮主要都是在主粮结构 那中间有裂开 所以有盖帆布 对 暂时 木造铁皮建屋 百年老屋 强振威力下 一家六口 唯一安身处伤痕累累 那我们那个禁师堂就在这边 如果有什么需要 持继关怀的就不用客气 随时可以走进去 好 那我们今天代表上人 来赠送 谢谢 让你安心住 还有这是我们的慰问金 谢谢 有化慰问金的主要还是 针对有贴红单的 就是它的住宅的结构受损 那这个已经经过全国祭司公会 鉴定过了 来到这户 倒塌超商屋主夫妻俩 已经嫂嫂家 两个多钟头才修出来 这个我们来看他 他现在他看到我们他还怕 他很紧张还是怕 还在走 他现在到我 选中到我那个 有有 还是有受伤 是比卡的 是受伤而已 现在已经好了 七十一岁屋主 双脚也受了伤 但伤口再痛 也比不过 对未来的盲燃 心情还没平静 整个脑袋也不晓得 要怎么后续怎么样 也不知道 化妊院管理政府 都有把这个整理起来 实际也说 上人都高代 这个好好 受在乎 优先关怀 有三岁屋 都打十四岁 是吗 是 这样打十四岁有更安心吗 有 有 我都很乖 很乖 我们的就这个路线 很单纯的分析 第一次证的时候 那时候在门口讨论事情 第二次证比较大的时候 就感觉不对 竟然就赶快冲出完 想不到这一冲 摔倒右手断裂骨折 后续伸计 志工关心 这次证比较大 这样子 不惹 不要说 老师也会惹 就是当下的惹 倾听安抚 也送上 祝福力 后续陪伴 不间断 下段新闻 但您看到 从中国大陆四川 来到台湾的大猫熊团团 生病了 九天内三度癫痫发作 经过断层扫描 检查之后 发现他的脑部有局部 坏死的情况 目前不排除 请中国大陆的猫熊专家 来到台湾了解情况 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大爱 早安新闻的现场 他的一生 禁锢在轮椅上 他的思维 却能飞向宇宙深处 我的目标 很简单 就是搞懂宇宙 它是什么 它为什么存在 透过阅读 走进天才的世界 发现自己的宇宙 你是否还记得 跟妈妈一起阅读的 哪个书 妈妈总有本事 把故事说得好有趣 在我的脑海里 清晰记得 每一个欢乐的天鹤 欢迎您继续回到 大爱早安新闻的现场 接下来来关心 今天的天气动态 今天的水气会明显的减少 只剩下阴风面 也就是基隆北海岸 还有东半部 以及恒春 会有局部的 短暂震雨发生 其他地区 多半是多云到晴的 天气形态 北台湾白天气温 就会回升 不过提醒您的是 日夜温差变化比较大 要留意温度的变化 避免着凉 至于空气品质方面 西半部因为在被封测 扩散条件比较差 中南部的空气品质 就更差了 来到了橘色的提醒等级 继续来看到详细的温度 还有降雨的预测 首先看到北部地区 温度25到32度之间 降雨几率最高有40% 陶竹苗地区最高温33度 降雨几率最高20% 中部地区25到34度 降雨几率落在20% 云江南地区25到34度 降雨几率也是20% 南部地区最高温有33度 降雨几率落在30% 东部地区24到32度 降雨几率最高30% 离岛部分最高温是33度 降雨几率最高20% 再看到台北市立动物园的 动物明星大猫熊出现了健康危机 这是18岁的雄性大猫熊团团 他9天内3度的癫痫发作 经过检查之后发现 团团的脑部有局部坏死的状况 不过病因跟死亡的风险 还要等待后续的检查出炉之后 才能判定 同时现在市立动物园 也不排除要请中国大陆四川的 猫熊专家来到台湾了解情况 18岁的大猫熊团团 来到台大复社动物医院 接受相关检查 1月8月间 团团三度出现疑似癫症状 经过脑部MRI检查发现 团团左右大脑都有病变 研判是诱发癫痫的主因 医疗团队也抽取脑脊髓液化验 并进行生理检查 病因不明 后续得等待汇集所有检验结果 才会厘清 目前只能先用抗癫痫药物治疗 原方评估 团团的状况还不错 国内的城乡差距 特别是在医疗方面 依旧是存在的 为了服务偏乡的居民 慈激人医会的医护人员 还有志工定期前往举办议诊 最近这项服务的足迹 抵达了云林的大皮乡 还有台中的新社山区 服务对象大多是年长者 人医夫病虎 医师屈膝 蹲跪阿嬷身旁 引发患者的多重病痛 曾医师耐心解说 弯腰感恩 台中新社一阵 越过那一山 还有这一户 言语叮咛 曾医师担心老人家记不住 亲自写下了斗大的医嘱 大学是磁青 职业是仁医 曾医师的人文熏陶 让他铁汉有柔情 常照居家医疗的照顾 把我们平常所学的 就这样运用在这个家房上 爱在疫症 偏乡长者如同我家长辈 于是大林慈济医疗车 开进云林大皮乡 疫情的关系 我们的民寿都不愿意到医院 非常感谢我们 这些大林医院这边 提供这个不合适的筛检 原本不知 渐渐为合物的老人家 这一天之后 成了生活保健高手 我们体渣了解 这个身体健康的总共 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在都是 非常地平衡 乡下的地方 而医疗资源相对的比较不足 把这些健康检查 送到更需要的地方 绵延悠久的医疗呵护 偏乡长者暖心又开心 大爱新闻 深善美志工 吴美慧 张世生 沈美军 张国辉 中部报道 爱的医疗关怀之后 再看到是无偿的帮助 为血液疾病的患者 还有他们的家庭 争取了一线生机 从台湾移居到香港的 陈彦华女士 多年前罹患了高度恶性淋巴流 过程当中 有家属还有善心民众 捐赠了造血干细胞 让她延续几年的生命 无奈疾病再度的复发 陈女士是难敌病魔 但是她有感于 骨髓干细胞的捐赠的重要性 生前特别捐出了五百万元 要帮助有需要的病友 造血干细胞捐赠 验血建党 在台北中正晋思堂展开 替血液疾病患者 带来重生机会 而且资料库必须不断更新 因为民众留下的配对资料后 可能因为年长 疾病或是其他因素 不适合捐赠 必须不间断招募 新血轮 增加配对成功率 活动现场 来自香港的李先生和儿子 在工作人员解说下 清楚了解流程 他的妻子陈彦华 生前罹患了弥漫性 大B细胞淋巴瘤 发病期间变卖股票 发薪捐款五百万 给慈激骨髓干细胞中心 我要去做一些布施这样 然后他结果他动了这个念头 就退销了 然后他半夜就跟我 跟我再拉一下 就说他要我帮他弄 就是帮捐给慈激这样 是因为他本身是受随者 他在这一方面 等于说受了很大的帮忙 所以他想要在他就是 最后一段日子 他能够做出一些布施贡献 陈彦华前后历经 自体和弟弟亲属移植 以及善心人士非亲属等 三次骨髓干细胞移植 过程中始终乐观面对 在香港治疗期间 慈激骨髓干细胞中心 多次透过视讯 为他加油打气 面对人生要圆满前 他没有很大的心情波折或起伏 我见证到的是 他那么安然自若 那么的面对生死 那么的自在 让我非常的赶佩 受证者生前的善念和支持 给慈激骨髓干细胞中心 一股大力量 他的意愿就是 要让血液疾病患者和家庭 看见生命的曙光 大爱新闻警员集 台北报导 美国慈激举办了 全面应该气候变迁峰会 第五天的议程 以爱护万物森林 为主要的诉求 与会人士不约而同 都倡导了舒适 希望可以减缓地球 暖化的危机 志工处理食材 为参与气候变迁峰会的 所有贵宾准备餐点 会议进行到第五天 这天的议程 以爱护万物森林作为诉求 我们专业专业专业 以确认大家有美味的食材 比较健康 特别是核心菜 它也保护我们的地球 志工不仅在餐桌上 实践这天的主题 大家也在座谈会上 针对如何互生 各述己见 地球变迁峰是最大的 决定核心 所以任何技术 我们能够有 在食物专业 会影响 能影响 我们花了很多 瘦的食物 如果我们使用 所有的食物 食物 我们可以吃 全世界 会有没有人 饱饿 不应该是一个好想的 选择 选择 是很重要的 要让他们 让他们 那种食物 能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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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的讲话 所有的都爱和感受的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 我们要吃非常美味的 食物 我们开始想想 可能是一种食物的食物 不是那么可怕 有很多我们可以在未来的 所以我们努力努力 向运动的进展 向一种食物的食物 和找到达到 严重的辈子 职工用心准备的餐点 让余会者吃得健康 更期待这样的行动扩大 让地球也能健康 待新闻海克特 苏菲亚美国报道 早安读报的单元 带您掌握国内外媒体 关注的焦点 先带大家看到的是 联合报的报道 政府托育补助被涨价 还有通膨给吃掉了 中央政府宣布 0到2岁幼儿送托 补助家长从原本的7000元 调高到了8500元 但是部分县市的准 公共化托育中心的收费 也跟着调高 联合报调查就发现 台北、新北、桃园 还有台南 同步调高收费的上限 理由是原物料大涨 以及通膨影响到了营运成本 接着看到是 《华盛顿牛报》的报道 南韩泡菜出现大缺货的情形 今年南韩的夏季 极端的高温 再加上大雨的影响 主要的白菜产区 太白山卖上的白菜 一半都出现枯萎 还有变形的情形 眼看 烟泡菜的季节就马上要到了 菜农以及消费者都很担心 当前 南韩最大的泡菜生产商 线上商店已经缺货一个月时间 下个月开始还宣布要涨价一成 有菜农现在已经打算要放弃 改中其他的作物 最后看到是BBC的部分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有全球最神秘的博物馆 不过最近才允许部分的媒体进入 展出的文物多达了数百件 其中最吸睛的就是 美国海豹突击队在2011年 杀死宾纳登所用的AKM突击步枪 还有伊拉克前总统海山 2003年被捕时穿的皮夹克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读报的焦点提供给您参考 更感谢大家加入今天的大爱早安新闻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书十三六五日日速 我是林博星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明天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